近年来香港的自由日益的受到压制 包括特首梁振英上任以来出现了亲共团伙 暴力攻击法轮功真相点等事件 引起了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关注 有委员提出要来关注法轮功学员的人权 在香港受到打压的议题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会议 正在审议港府落实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情况 香港10个民间团体日前前往瑞士列席会议 香港民主党主席刘慧青回港后表示 会上有委员主动询问法轮功在香港的人权现状 就是法轮功是不是可以自由这样去活动 都说是觉得他们借不了地方 还有任不了警 还有就是警察就是他们去做宣传 有些人又盖着他们 香港记者协会就反映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在采访时 早清共团伙香港青年关爱协会成员迟到恐吓 新唐人记者梁振在香港报道 跟 Groß营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